我之前一直就说探索06得出红色版的 这一次在北京车展上 探索06终于推出了红色车机的 叫探索06密镜版车型 来咱们看一下它的外观 非常拉力车瓣的这种基盖的改装 而且整个的这种红色漆面都是金属漆 整体性很好 包括整个这种前杠的设计 黑色的塑料 以这种红色的撞色很有冲击力 而且像整车包括侧面 咱们可以看到轮煤也是用了这种某钉的装饰 毕竟这是一台真四驱 可以去玩可以去野的 小硬派SUV 之前嘉良也在无狐测试场 给大家激烈驾驶过一番 这台车真的很有可玩性 所以这种车型一定要玩起来改起来 车顶射灯 车顶的平台包括行李驾 这一套方案还是非常协调的 探索06这台车其实齿程非常的紧凑 还有非常优秀的接近脚离去脚 还有送下通过脚 之前嘉良在这台车在泥巴地里豁的时候 它整个通过性都是很好的 而且这次还加上了这种固定的踏步 直接站到上方 这么站着之后就可以给车顶进行布置了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一块 踏步平台这一块做的还是很实用的 可能说是因为展车设计概念比较着急 它的这个装弯轮煤之后 如果说能把轮胎在整体往外再扩一点 和这个轮煤齐平那样的 我觉得它在视觉冲击力场 它会更显得敦实一些 来继续往侧面来看 终身至宝 我就福奇瑞这个 来 车尾依旧是非常鲜艳的红色 很有机型 拖车钩也配备了 因为这台车的动力 以及车身的扭转钩都是很强的 所以说作为一台成代式的SUV 它加上拖车钩也是没有问题的 再往这边来看 小书高 虽然说不大吧 但整个和CD柱协调在一块 很有意思 包括探索06的 整个内饰风格也都是这种 很偏小越野SUV的这种风格 很硬朗 但是材质 用了很上层这种软包 小竹屏 很简约手机的无线充电 很机械化的挡霸 包括这里有各种地形模式的选择 这台车真的是非常好玩 这台车我想说的是 外观很硬朗 但这台车一定要大家去亲测 或者说有那种场地 那就更可玩了 一台小车 一台十万级的四驱 真四驱车 可以说探索06密定版 这身红 以及这一套改装的配件 与这台车的调性是非常的符合 其实也希望从探索06 这类方格子 小越野SUV车型上 去激发大家的改装域 驾驶域 这就是2024北京车展 家梁为大家带来的探索06 密定版 关注家梁 再一共北京车展